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有民众今,2日中午12点19分,开车行进台南市新营区复兴路,竟然一次碰上两辆小客车违规逆向行驶,这段影片现在与网路上引来网友议论,直呼太扯了。 民众将行车记录期画面PO上脸书社团爆料公社,从中可以看见,当时在复兴路上往金华路二段方向行驶,但就在临近道路分隔倒回转处,竟有一辆深蓝色自小客车从该路段逆向开往对向车道,同时有一辆银色自小客车从对向车道逆向驶入,吓得急踩刹车。 许多网友看完影片后,都认为逆向行驶的用路人相当不可取,相继留言指出新营日常,怎么这种时候都没有刹石车出现,讨厌,有些小违规还是能容忍,不过,逆向行驶,这就有点扯了,螃蟹出动横柱走,国庆还很久,现在就练习分裂时,这种路上一见怪不怪了。 有的逆向还比你胸烟,胸不过你时,就在那里装可怜。